上师说你得有多大的福报,你才能遇到一个此生来患你觉醒的人。 这样的人是你此生的大贵人呀,遇到了这一生来叫醒你的人,你一定会拼命地抓住跟随不放。 要知道,智慧不是聪明,认知更加不适,而认知越多越高的人反而阻碍开启,智慧的障碍也越多。 而仅仅跟着你的祝愿,老师把他的智慧变成你的,直到你自己能够开启智慧,直到你能走向开悟,觉醒,直到菩提永不退转,你方能抵达彼岸呀,这是一场非常荣耀的回归之旅。 而福报薄的人遇到了又错过了,甚至睡得会更加沉。 只有既有福报,又有会跟的人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。 红衣大师曾说,给我们的开始会语,当你轮回再来,良师已经涅槃。 良缘消失不再,便寻三千大千世界,无人再点你,画你,引你,度你,爱你,护你,疼你,送你。 你爱的人化成草木无情,爱你的人早已飞升。 欲穷茫茫天地,只留下百年孤独。 早知千年后的哀叹,何不当下努力修行,此身此身,不像今生度,更待何时度此身啊。 几年前,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话的时候,我当时就泪目了。 因为我看懂了,所以我当时反复看了很多遍,这些话有没有触动了你呢? 评论区我想听听你此刻的感受。